越南战争 美国历史上唯一没能打赢的战争 在这个乱世里面 所有留下的每一个影像 背后都有它令人揪心的故事 现在太平盛世的我们 也许真的很难理解 在观看此影片之前 也必须先有个观念 所谓的越南军队 实际上是指越南共产党 或者是越南解放军 也就是以北约为首的阵营 而他们的对手是南越共和国 有美国支持的政权 1972年 摄影者 吴庆英 这个影像是当时在南根县的森林内 属于南越的一个地方 革命成员是底下秘密聚会的照片 当时南越属于美军带头的南越政府所管辖 一同对抗以北越为据点的越南共产党 这些干部成员无疑是南越地区共产党成员的间谍 他们必须蒙面聚会以避免被认出 而遭受敌军抓拿与审查 1967年 摄影者 保姓 海防士的新兵准备舰检 当时募兵制 以志愿者居多 直到1973年才成为一无一 所有正常男性都必须入 越南军队从原本只有3万5千人 到了1970年 已经来到了50多万人 是当时世界上总军数最多的军队 1973年 摄影者 林明昌 美宫和平原上的越南女图级队员 摄影师表示 你当时可以看见许多像她这样的游击队员 这位女性当时才24岁 但已经两次失去了丈夫 她的两个老公都是人民解放军 当时在我眼中 她成功代表了一个完美女性游击队的形象 一个准备为国家做牺牲的伟大人物 1970年 摄影者 李明昌 游击队成员在美宫和平原上划船 这景象 是美军使用了化学武器 把整片森林弄得萧色 然而 森林和河流是越南人赖以为生的一切条件 湄公和平原属于南越地带 直至今日我们才发现 越南游击队对于美军的辖区实在是无孔不入 1974年 摄影者 黎明昌 一样的湄公和上 女人必须辛苦的拉网 而这些工作原本都是男人为主的 不幸福 2019 1972年 拍摄者 断供信 越南人明君正查看一架遭击弱的美军军机 機種可能是A-7C 在護送B-52轟炸機的途中 遭受到防空飛彈的命中墜毀 飞行員伊古 于1981年由越南政府正式交還給美軍 1972年 拍攝者黎明昌 由幾隊在越南與柬埔寨的邊境看守 可以看到地上插滿了竹子 以防止敵軍摸黑 但這些陷阱只能把人弄傷而不致命 受傷使人行動受限 也算是此設計的初衷 因為它會透露整個單位的位置 讓看守者知道 拍攝日期不詳 拍攝者 懷美 這是越南解放軍與南越共和軍短兵相接的一幕 你可以看到照片上方便是南越共和軍 而下方是越南人民解放軍 能捕捉到這畫面實在非常罕見 越南解放軍已經從兩面夾擊 這張照片的背後戰況 可以說是南越共和軍已被全速殲滅 1965年 拍攝者 明道 越南人民軍正使用二戰時的老武器 練習射擊飛機 尽管武器配備差 但這些歲月裡 因這份訓練與經驗的傳承 而打下了不少美軍的軍機 1973年 攝影者不詳 工人正討論如何修繕橋樑 這座橋是重型機具和武器運輸的重要橋樑 1966年 攝影者 黎明昌 越南軍隊在長山山脈內行軍 這條小徑被稱為胡志明小徑 也可稱為長山小徑 是沿著越南地形全服的險峻道路 許多越南士兵在身上都會赤有 升北死南四個字 因為每一趟行軍都不知道有幾層的存活機率 1961年 拍攝者 段弓信 遼國游擊隊利用收力和人力運輸貨物 努力躲過南越共和軍的搜查 公和軍曾試圖突襲他們 但仍以失敗告終 1970年 攝影者 吳英慶 沼澤里的手術 一個柬埔寨籍的游擊士兵 被美國轟炸波及 正在金欧省的森林內 准备進行手術 拍攝照片後不久 便進行手術 由於這畫面衝擊太大 拍攝者當時並沒有打算把照片給洗出來 一直到今日 1972年 拍攝者 軟亭幽 這是越南解放軍在寮國南部的藍山地區 屬於藏山山麥的一個空旷地區 快速通過 一旁可以看到爆炸事起 是共和軍試圖阻斷了胡志明小徑 以阻止解放軍南徑 同樣的場景在電影中 其實大家都習以為常 但你想想 這是真實的畫面 爆炸就在你前方 而士兵們仍得硬著頭皮 向前衝 1975年 共和軍留下的軍靴 南越被解放軍貢獻後 來不及淘寶的共和軍 有些選擇脫掉軍服以隱藏其身份 一位越南解放軍說道 我無法忘記那些軍蟹被扔下的聲音 而我們的國家最終回歸了和平 1975年 攝影者 吳慶英 在南北分化之初 人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居住地 有些為了祖先的土地財產而留下 眼看著親人選擇了另一邊的生活 統一後 這兩位個別生活在南北的老人 又再次相遇 喜悅不言而喻 國家不再有戰爭 也不再受他人統治 在東北的老人 其中的老人 在西方 做人選擇 谢谢观看